我是一浩梁吻鱼 在一年前 我幻想自己做 学是学非的是非精 谁知道参选期间 因为我的真性情 令我成为被讨论的是非精 一年之后 坊间对我的印象 仍然离不开是非和爆粗 今次我再参选 并不期望大家对我改观 而是想大家认识 除了这支标签之外 真正的梁吻鱼, 谢谢 我是三号陈易得 去年我为了参选减了22磅 想着我这么努力决赛实得 落选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为了身形而迷失了自己 这一年令我明白到 自信是来自由心 肯定自己的努力和价值 幸好选美有Tik2 这次参选 无论身形还是心灵 都是我最合适的状态 希望大家对我东窗西望, 谢谢 我是四号黎欢儿 我曾幻想过很多次 可以在香港小姐的舞台 对着全港的观众自我介绍 之前我曾经报名 但是因为不够自信 连一次的面试我都不敢去 最后我很幸运地考虑了艺员训练班 入行五年 在不同的节目和剧集中 累积了自信 今晚我梦想成真了 终于可以在这个美丽的舞台 和大家说一声 谢谢 谢谢 我是10号黄家慧 去年港姐决赛 因为对自己要求太高 练武练到脚上 不能够展示最佳的状态 不强止步 距离后观也只是差过一步 今年很开心可以参与 《通灵之王》的演出 给观众知道 除了大导演黄家慧 还有一位港姐叫黄家慧 今晚相信不用通灵 我也可以靠自己的实力 带上后观成为港姐之王 谢谢 我是11号何贝家 2020年在家人鼓励我参选 支持我追梦 有他们强大的后盾 最终我能够跡身影强 总算有个交代 家人经常跟我说 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放弃 所以这两年 拍剧做主持 我一点都不敢松懈 今晚我要为自己而战 争取一个好成绩 做一场Good Show